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所说 美军两大兵种分别就是海岸防卫队和陆战队 宣布了要联手合作对抗中国的海警船和海上民兵 而官方《环球时报》引述消息的时候 也说要警惕美军的行为 第二宗消息 就是日本防卫省在前日侦察到 中国海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由冲城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南下 驶到太平洋方向 而大陆官方今天也证实了是有这件事 他们就说辽宁号航母编队 是去到台湾的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而官媒《环球时报》也引述了军事专家指出 说未来打击台独需要杀鸡用上牛刀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美国军事媒体 Minitary.com的报道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美国两大军种海岸防卫队和陆战队 将会联手反制中国的海上威胁 而海上防卫队正从珍珠港抽调出五艘执法船 去到西太平洋地区 和美军陆战队攜手来对抗 在海域上日益活跃的中国海警船和民兵武装 这五艘执法船当中 还包括了两艘最先进的传奇级国安巡防船 这两艘巡防船有什么价格呢 排水量去到4500吨 最高航速28节 所搭载的武器装备 就和美国海军基本上是相同 报道提到 说海岸防卫队今次的意图 就是要打击中国的非法捕鱼 因为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大的远洋捕鱼船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防范中国正在透过海上民兵的武装 来展开侵略行动 其实我认为这两个原因都是同样重要的 既打击非法捕鱼 又防范海上民兵 因为中国的所谓的远洋捕鱼船 在全世界范围都已经出名了 他们所采用的那种所谓的拖网捕鱼 完全是略夺式的捕鱼 使得整个海洋生态再不能生生不息 总之有多少捕鱼 连鱼苗全部都不放过 在这个时候当然就会令到当地的渔祸大为减少 所以这些所谓的远洋捕鱼船 无论哪个国家都民知识变 去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 因为凡这些船所去到的地方 就代表着那个海域已经是寸草不生 这篇报道还提及到 说海岸防卫队和陆战队的军官 在去年11月联合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说当中国和某个鄰国 因为专属经济区的纠纷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 海岸防卫队和美国海军以及陆战队 可以紧密地合作 现在这两支军种真的联合起来了 到底近期有什么因素 是会触发到美国有这个反应呢? 我认为最少是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东海的形势日趋紧张 在今年2月中国通过了海警法 这条海警法准许中国的海警船 可以是向外国的船只开火 自从2月之后 中国就有很多海警船只 用了钓鱼台附近的海域的树 这件事当然导致日本方面感到不满 而日本也多次在公开的场合表达出对中国海警法的严重关切 第二就是中国近期有200艘渔船 使了进去和菲律宾有主权争的南海海域 当然菲律宾方面已经是扯火了 但是中国便辩称这些渔船纯粹是被封的 这两件事绝对有可能触发美军两支兵种联手合作的原因 不过怎样也好 其实这个建议在去年的11月已经提出了 换言之海岸防卫队和陆战队的联手合作 就不是说由拜登时期才提出来的新东西 已经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 就有了一个蓝图 已经是说明了 究竟在什么条件之下 是可以促成两支兵种的紧密合作 所以就算要吹捧 麻烦就不要吹错人吹错拜登 就以为拜登现在很强硬 拜登只不过是继承了特朗普的政治遗产 因为这两支兵种的合作方案 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提出了 已经是部署好了 去到拜登时期只不过是执行而已 这就叫做萧规吵取 就不是说拜登有什么这么醒目 不是他提意出来的 其实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海上军事形势 就已经是相当严峻了 不单止美军有两支兵种 说要联手一起制衡中国 而且法国又在曼加拉湾 和美日印澳的军队 举行联合的海上军事演习 如果有部分的东盟国家 他们是愿意向西方国家 提供他们的港口 甚至乎是军事基地 来用作军事演习用途的时候 就会变成了把中国在海上重重围困住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辽宁号出巡的情况是怎样 日本防卫省在4号的时候 发布了监察讯息 就说发现到 辽宁号航母编队 就洗经了宫古岛附近的海域 除了辽宁号之外 还有南昌号 成都号 太原号 黄江号 以及呼伦湖号 一共是六艘军舰 日方指出 这次不单止是4个月以来 中国第一次有军舰穿越这个海域 同时在时间点上都相当敏感 因为在昨天 外交部长王毅 以及日本外交大臣 茂木敏聪通了电话 在通电话之前 就出现了辽宁艦航母编队 就洗经了冲城和宫古之间的水道 这下的举措 是不是要给日本一个下马威呢 另外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所说 这次航母编队的路线 其实是跨区机动训练常态化的路线 以往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今次的训练有利于 提高海军的近海防御能力 可以有效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的统一 到底今次有什么禁巴之弊 特别是拿出来说 原来是因为中国在字眼上的描述有所不同 今次中国官方新闻稿里面 特别点出了 说辽宁号航母编队 是去到台湾的周边海域进行训练的 这个训练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环球时报》说 特别点出台湾周边海域这件事 在以往都是相当罕见的 《环球时报》说 官方直言不谓宣布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 就从以往的只做不讲 到现在的既讲又做 对于民进党当局等台独势力的态度 就不言而喻了 这篇报道提到 只做不讲 和既做又讲 有没有哪些东西是只说不做的呢 到底武统台湾是可以归类在哪个分类呢 武统台湾是只做不讲 还是既做又讲 还是是只说不做呢 真的不知道 要取决于大陆的手上 《环球时报》还引述了一个军事专家宋忠平指出 说今次辽宁号航母编队的演练 有很强的战术背景 打击台独军事准备最核心的就是实现封锁 对台湾东部的封锁 是要靠航母战斗群 以及海空军的力量来实现 恰恰体现出 航母在未来打击台独势力上 是有用武之地的 甚至是需要杀鸡用牛刀 航母具有实施战略围堵战术围堵的作用 亦可以阻隔域外的势力干预中国的内政 所以航母在未来打击台独军事斗争当中 将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实这段文字引含了有几个信息 第一大陆方面可能认为 这个老解的军事实力 已经是在国军之上 不然他们就不会说出什么杀鸡用牛刀 就是说他们认为 国军的军事实力就像一只鸡一样 而大陆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或者其他的兵种 就已经是牛刀一样的利益了 到底是不是呢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说字 叫做打嘴炮 第二就是中国认为 航母是可以实施战略围堵和战术围堵 可以阻隔域外势力 来干预台湾的事务 但是究竟行不行呢 纯粹派个航母编队 走到台湾的东部海域 能不能完全封锁得到台湾呢 大家可以看看昨天有一宗消息 就是说美国海军的马斯廷号驱逐艦 曾经一度驶近东海的长江口 一直迫很迫才转弯 转了下去 台湾的周边海域 马斯廷号这一下的举措 无非第一就是美国要示威 第二就是美国要向大陆发出一个讯号 就是美国的军舰仍然可以 在不同的海域上自由地航行 美国海军在这件事就展现出 他们的机动力和灵活性之高 到底中国海军是否能够比拟呢 当大陆真的要对台湾海峡实施封锁的时候 整件事的发展又有没有那么顺滩呢 现在这一手马斯廷号 可以说是使得大陆家门口的树 的眼睛 我看的 差不多太太钻去 暗力了 所以 到底以大陆现时的军事实力 能不能对台湾封锁呢 是有疑问的 這次遼寧號航母編隊到台灣海域執行任務 被外界視為大陸想反擊五國在孟加拉灣的聯合軍演 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呢? 因為大陸媒體自己說到 據說羅斯福號2021年以來是第三次進入南海活動 這次遼寧南航母編隊經過台灣附近後 是否會跟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在南海同框引發關注 我認為如果遼寧號真的去完台灣附近海域 駛下南海的話 大陸對於美國抗議的意味相當強烈 這次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